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11集 那杜迪回来就一直上访 派出所没少跟他打交道 久而久之 他也揣摩到政府的漏洞 一开会又领导警察 自己就住到派出所管吃管住了 省得被警察上门第六走 说到此处 几个人都笑了 到基层 你能碰到形形色色的奇葩 吃白食咸割牙的 以及那些咸的报价暗玩的 什么极品都有 众人聊着 小警眼间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他招呼着鱼醉 停停停 就是他 他 鱼醉踩了刹车 愣了 不远处的路口 一个破烂的小摊 两筐苹果 坐着一个主拐的老头 一头蓬松的乱发 裹着脏兮兮的嗷子 要没那筐苹果 八成得被人当成要饭的 这是贼王吗 怎么看人家丐帮出来的 就是他 我叫他呢 还是你们直接问 不过丑话我得说前头啊 这家伙可不好说话 仗着自己腿残疾 谁也惹不起 城管管了几回 他不是躺着 对城管队叫冤 就是躺大街上喊躯 现在没人敢管他了 怪不得这个独敌没带反声 腿都残了 又是做十几年大狱出来的 指望再混什么 鱼醉摇了摇头 回头一时眼色 鼠标和李二东下来了 骆家龙拉着片井 示意他别动 这三人凑到一块 八成没好事 鱼醉小声嘀咕了几句 三个人慢悠悠地 朝着老贼的摊位来了 田如初恋 三块八毛一斤 鼠标念着 纸板上的广告词笑了 这老家伙真是个妙人 居然能想出 这么雷的广告词 李二东笑着蹲下了 拿了个苹果颠着 老头 真的田如初恋 真的 绝对是真的 红富士 又脆又甜 老头笑了 一笑满脸的褶子 皮肤像皱起的老树皮子 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江湖人物 那应该再加一句 叫美如初夜 我尝尝 鼠标弯腰也捡了一个 咔嚓一咬 不甜 骗人的 根本不甜 有点苦 像你马失恋啊 这俩人损起来 能把人气背过气去 老头气得歪嘴了 不甜算了 把那俩有贵的钱给出来 毕竟是江湖人物 争辩起来 底气颇重 可不料今天遇到的 可不是普通市民 俩猎声烂警 可没那么好吓唬 鼠标叫嚣了 鼠标 你想的美 不甜都好意思要钱 鼠标顺手拿了俩苹果 揣兜里就跑 老头主着拐就追 一追 这边李二冬也抱了好几个 撒腿也跑 老头气得是欲哭无泪 一把揪住没有走的鱼醉 嚷着 老头眼睛一领 眼光绿色一闪 顺手叼住了鱼醉的腕子 鱼醉的手指 已经触到了他的口袋眼上 这还是鱼醉出手以来 第一次失手 而且是在人家不经意的时候 就像那么很随便地 捞住了他的手 这一瞬间 卖苹果的老头 仿佛又成了地下世界的独行者 他立眼盯着 手指在家里 小子 在我面前玩这一手 知道爷以前干什么的吗 那这位爷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鱼醉被捏得生疼 咬着牙 另一只手晾着警徽 那老头如遭电击 一下子放开 示意着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有点诧异 手能伸到他的口袋眼上 这不应该是警察呀 苹果我买了 不过 想和杜老聊几句 有兴趣吗 要没兴趣 我保证 还要有人来抢你苹果啊 鱼醉转身慢悠悠地走着 进了胡同 杜迪思索了好一会儿 才拄着拐 一瘸一拐地往胡同里走去 车上的吴帅平和骆家龙 看了全过程 不免感叹一番 我到这份上 是挺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 还得咬牙活着 多不容易啊 那是抓捕的时候 被武警开枪击伤的 他要不可怜 可怜的人可就不知道 要增加多少了 两人唏嘘着 杜迪已经到了胡同口 果不其然 两个抢苹果的 一个试着 从他身上偷东西的都在 三个人正吃着他的苹果 吃吧 噎死你 这家伙 怕是面对警察 也无所畏惧 趁我们没噎死之前 问几个事 认识吗 肖像照片上一男一女 女的是不知名的贼 男的已经确认了姓名 楼宇辰 老头看了几眼 没有什么意外 恢复了浑浊的眼睛 摇摇头 杜迪那自称 让几个人有点不怨 亏是这帮人已经习惯了 人渣的这种口吻了 鼠标扔了果壶 一拱手 厉害 杜老大值得敬佩啊 搞成这样都活着回来了 不简单 您那一辈同行 死了一大半了 这不知道是包是贬 听得杜迪脸色好巧 于醉把手从兜里伸出来 捏着几张钞票 在杜迪面前晃了晃 然后一拍手 没有了 李二冬看愣了 哟 去哪了 在场的除了杜迪 恐怕没有人看出来 杜迪一样的打量着鱼岁 慢慢的伸手 从自己领子下 把折成小折的钱 拿了出来 这些小细凉 恐怕逃不过他的眼睛 只是仍然让他奇怪 这一招玩得很漂亮啊 但是面前这个警察 怎么可能会 归您老了 耽误您时间 总得有点比好事 顺便问一句 手要比这个更快 您知道人里 还有谁能办的 我觉得不好 不过 我见过有人摸包时 居然没发现 他是怎么下的手 小子 玩这个 不光得手快 陆迪眼睛一亮 家前的手指一甩 众人盯着他的手指 一眨眼 嘿 也不见了 他一反手 另一只手 从袖子里面拿了出来 再在众人面前 做事一抚 像魔术师 在玩障眼法一般 又不见了 等一伸直手 那张纸币 却像是粘在了手上 在手背后面藏着 再快也在手上 你发现不了 也是因为你知道 快在手上 所以你一直注意我的手 但视线有限制 眼睛也会骗人 看正不见 反正是愁左漏了右 总有你视线的盲点 所以 演的是手法 不是素 杜迪慢悠悠地动着 那张纸币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等亮出来的时候 确实夹在了手腕部 正好被胳膊挡住了 看得鱼醉眼睛一亮 感觉自己要在这个记忆上 即将要突破了一半 而鼠标和李二冬就有点晕了 一副神网的表情 恨不得当场败师 杜迪把钱又加回到了手指头上 递给了鱼醉 好玩吧 还给你 我真不知道 就算知道 也不能告诉你们呀 哦 这样啊 那为什么还告诉我们这么多 鱼醉接过了钱 也夹在手指头上把玩着 杜迪笑了 饶有兴趣地看着鱼醉 还真有点像传授一波的意思 冲你们没大吼 这吵老子说话呗 玩得还真像回事 要不是条子呀 我还真把你们当成 那个老兄弟的弟子 那我还有一问想请教您 我想不通 如果施主脖子上 有条很粗的金链子 怎样能不知不觉地卸走 而且几乎是面对面搬到的 这种手法叫吃生货 除了手法得轻 还需要借助小工具帮助 一般呢 牵在指甲上 或者指节上 杜迪介绍着 直指自己黑色卷曲的手指示意着 在转移视线的一刹那 来一个假动作 比如啊 踩你一脚 捧你一下 推你一把 借助别人这一下子失神的时间 不到一秒切断链子 让链子自然地滑到手里 或者袖子里 风险很大 陆迪做着示范 一下子让于罪更清明了几分 那天风刮走了杀金 美女崴了脚 两口子上去扶 那一刹那 足够来做个这样细微的动作了 怕笑 觉得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 豁然开了 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当你打开一扇门的时候 就像看到了魔术师的揭秘 其实很简单 这点您能做到吗 不是做不到 而是没法做到 选择吃生货的目标就难 对下手的人啊 要求很高 就我这长相 没到面前就把人吓走了 怎么下手啊 可觉你还很有自知之明啊 那有人能做到吗 有 老墨 一纸 都能做到 黄三就不说了 别人做不到的事 他应该都能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